欢迎朋友们照理说事 今天我想给大家聊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位居于中部地区 不属于大家传统认知上的东部沿海城市 也不属于电话区号式三位出的那些老牌特大城市 几十年来大家一般都不会把它划入到中国城市的第一集团 但是这座城市在最近出炉的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当中 排名位列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和重庆之后 进入了这份榜单的前十名 好了不卖关子了 这座城市就是长沙市 想必很多朋友听到我说是长沙会觉得很诧异 他们会说长沙从哪个尺度衡量 它也进不了前十名 其实这就是您的偏见了 在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中国 用老眼光看人是要犯错的 如果我说竞争力 您可能认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主观成分 所以咱们先看看城市的经济基本面 就在2017年 长沙的GDP总量 第一次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 达到了10,535亿 1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的经济规模 已经跟成都 南京 杭州 武汉 这些城市处于同一个水平 现在一说起GDP 很多朋友觉得 烦 都觉得这太虚无缥缈了 离自己的生活太远 咱们就接着看看 长沙在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 有什么样的表现 现在长沙的常住人口规模 已经接近800万 而且常住人口还在以每年3.6%的速度在增长 也就是说人口还在持续流入 想必这件事生活在长沙的朋友应该有感受 长沙对周边地区的人口吸引力还是很强的 一直以来我们中国都以人口众多而烦恼 人口数量上好像从来不存在缺人的问题 然而随着我国步入到老龄化社会 对于很多城市来说 人口的流出和老龄化 已经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这种情况在东北地区的大城市表现的尤为突出 我们在节目中讲过 现在各大城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展开抢人大战 目的就是增强自己的城市竞争力 长沙的人口流入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位居第二 仅次于创新创业的中心特区深圳 人口的持续流入保证了长沙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近年来长沙在传统产业 新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等等方面都发展迅速 走入长沙 你不仅能感受到林立的高楼 还有繁荣的商业服务业 规模不断扩大的工业开发区 不仅是直观的感受 统计数据也同样支持这一判断 目前长沙一千个人就拥有103个公司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 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长沙还有一点相比于其他的经营对手 优势很大 那就是房价 不像其他大城市 房价动辄就要两三万甚至三四万 长沙中心城区的房价也不过一万左右 即便经济再发达的沿海城市 工资水平也不可能长沙了三四倍 三四倍的房价 意味着年轻人需要背负一两倍的负担 这样一来 长沙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自然就更大了 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大了 人口流入反过来又支撑着经济的发展 而买房的钱省出来了 消费能力就强了 商业服务业就会变得更繁荣 房价 人口和产业 这三者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今天 长沙的发展 无疑给了全国其他兄弟城市 做了一个优秀的示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